情字要如何追问 一只浪花为谁挽留 她是长相酷似李中硕和与结合体的小姐姐 原名唐明月 因为是个十足的小哭包 所以也叫自己唐玉包 她和网红郑欣仪等漂亮的小姐姐是闺蜜 几人也经常在一起拍摄短视频 给网友们提供颜值暴击 看到几个小姐姐同况出镜 这样美女贴贴的镜头也是让人心神荡漾 这样一个笑容可爱暖心无比的小姐姐 也是让人非常心动 每次她一笑 似乎春天都到了的感觉 她温柔的笑容 就好像能够直记心灵一样 作为颜值博主 唐玉包最喜欢做的就是 发送各种各样的美女视频给网友们 至于心灵净化眼镜 她用一头利落的朵拉短发吸引了无数网友 不少网友都调侃别人剪这样的发型 是甜心小公主 自己剪这样的发型就是超级朵拉 甚至还会拉低颜值 不过小姐姐的颜值确实非常抗大 此前她身着军训服的一则短视频 就成功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目光 毕竟谁的青春校园当中 怎能少得了这样甜美女神的陪伴 不少网友也曾在她的视频下留言 让她多发一点美照 甚至不少网友都会把这样可爱的小姐姐 作为自己的壁纸和头像 能够得到网友如此厚爱的唐玉包 也是非常感激大家的喜欢 平时她也会去找她的好闺蜜们 一同欣赏这美好的时光 和闺蜜们一起分享美食 然后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 在她的视频当中更多的是视觉上的享受 作为一个大学生 她给大家带来的感觉是非常阳光活力的 也让人觉得她眼神当中 透出的光亮是非常耀眼的 此前曾经有不少网友讨论唐玉包 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 因为觉得这样颜值逆天的小可爱 应该不是单纯的女孩子吧 这也困扰了唐玉包不少时间 其实她是名副其实的女孩子 也难怪能够隔着屏幕 让人感受到相挺软弱的气息 如此活泼灵动的一个小姐姐 又怎会是那些阳光大男孩呢 从最近唐玉包所发布的一些视频当中 不少网友猜测她是否恋爱了 对此唐玉包也是在线辟谣 说目前这些都是她的闺中密友 并没有恋爱的想法 她跟喜欢和美女们亲密贴贴 和美女们一起玩耍 就是这样一个活泼甜美的小姐姐来说 现在更多的时间是享受快乐的校园时光 感受美好的青春 让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到她活力四射的一面 日常她所发布的一些变装视频 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惊艳 顺滑的转场也让人羡慕不已 一个颜值逆天且长相清纯的唐玉包 的确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喜爱 对于这样一个颜值逆天 且酷似李中硕的小姐姐 是否能够用她的笑容俘获你的心呢